我当初做节目一开始 我说一定要有一个女生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女生有时候想法比较细腻 然后她出发点比较不一样 可是怎么知道 嗯 来了一个 你们都不让我问 然后她就说我怎样 在我们外人看来 感觉 又婷跟贵贵是天兵一号跟天兵二号 那你自己觉得 对啊 像鬼鬼一讲她就说 她从来没有在外面做过别的事情 对 好 那又婷也是 其实做这个节目 很好玩的就是说 他们其实 从我们进了店里面以后 他们大概都会把自己艺人身份都忘掉 然后他们真的是会变成很认真的去 经营这家店 所以说 很多人一开始就在说 啊那你们 你们几个都不会啊 那为什么要不去受训啊 不去干嘛干嘛 可是我觉得实际节目 就是应该有挫折啊 谁要看 一帆丰盛的节目 有一区大家都很会 那我们要做这个就是突然给我们一个任务 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到 因为刚刚已经有 从国光结束之后 刚刚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做节目 对 那这段时间你就在做什么 我都在跟我儿子玩 因为那段时间其实 其实我蛮快乐的 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讲 我跟我儿子跟我太太我们四个人 除了买菜我们都在家 都不出门 我觉得蛮好玩的 能得有这样的机会 对啊我觉得 很快乐啊 每天早上起来就看他们两个在旁边 我觉得留两个儿子 我真的已经很快乐了 但有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说 那你知道女儿跟儿子的不同吗 我说我当然不知道 那很多做爸爸说 我跟妳讲女生啊 怎么多撒娇啊 怎么多贴心啊 然后连我太太都这样讲 我说好 那我就去问一问啊 他说你要生还是有啊 但大概85%以上的机会是男的 我那天也问我儿子啊 我说你们行 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有女儿嘛 我说你们两个要不要一个妹妹 两个都不要 我说为什么 嗯...No 她会玩女生的玩具 我比较迟疑的是 因为我太太 在怀孕期间她的变化太大 她害喜害得很严重 就是那种倒到床不能动的 其实我们生第二胎之后 我就有问过她这个事情 我说可能这个 害喜这个事情要再来一次 你可以吗 她可能忘了吧 因为已经经过三年了 那我可以 就一开始 所以这次我有跟她讲 但是她也是说她可以啊 反正看缘分嘛 有就有没有就算了 所以你希望女儿是长得像你还是像她 像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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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她好很多 呵呵呵 无所谓的 反正像谁都不重要 只要健康就好